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上半节咱们介绍了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神秘的山洞 叫卡什库拉克山洞 这个山洞里不仅蕴藏着数量可观的矿产资源 还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有一些进入山洞的人会陷入莫名的恐惧之后疯狂的逃出洞穴 甚至还有一些人声称在这个山洞里看到了一些诡异的奇怪的生物 当然有可能这是一种幻觉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这些关于山洞的传说越传越广 这也让不少专家学者提起了兴趣 他们想搞清楚 这些流传的故事到底是真的只是故事 还是说它确有其事 首先一些历史学者对这座山洞的历史展开了调查 没错 别看这个山洞好像挺野挺原生态的 但这个地方还真的有一些可考的历史 这些学者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发现在近两千年前 这片区域其实是有人居住的 有一群白皮肤的金发人 他们被称作哈卡斯人 他们居住在这一带 为什么要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定居呢 这得从他们的来源分析 有关哈卡斯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吉尔吉斯人的后裔 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 但不管怎么说 战斗民族对这伙人其实是有一定的偏见的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哈卡斯人存在着一些异教部落 这些异教部落崇拜生殖器和黑魔鬼 而且他们经常会举行各种生计仪式 以此来安抚邪灵 这种特殊的信仰后来似乎也得到了证实 在后续的考察当中 有人在卡什库拉克洞穴里 发现了大量的动物的遗骨 和疑似举行生计活动的痕迹 另外洞穴深处 据说有大量疑似人工雕琢而成的阴镜状的中路石 这也被认为是哈卡斯人的杰作 那么由此 这些少数的哈卡斯人组成的异教部落 他们的特殊信仰似乎也证据确凿了 不过其实客观来讲 这其实也没什么 毕竟在古代崇拜生殖器的部落并不少见 甚至现在在一些原始部落 也仍然还存留着这种特殊的崇拜 所以说这些东西和卡什库拉克的奇怪现象 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历史学家们也说不清 他们只能猜测 也许目前马仍然有些许那种哈卡斯人的原始部落存在 而那些人生活的可能比较隐蔽 他们有可能有一些人还经常会出入这些山洞 而一些游客或者探险者们 可能在那种山洞的压抑的环境当中 偶然间看到了这些残留的原始部落 误以为是某些邪灵 或者是认为自己产生了一些幻觉 他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猜测 但这种猜测显然不能满足吃瓜群众们 所以后来又有一些人在这些基础上 开始自己展开调查 这些人发现 在公元三到六世纪左右 这个偏僻的地方遭到了外来入侵 在无休止的战争之下 这些异教的哈卡斯人 他们节节败退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像是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面对火炮 面对火枪 他们开始不断的举行生计仪式 祈求把灾祸降临到敌人头上 但不同的是 这些哈卡斯的异教部落 祈求的是他们所信奉的魔鬼 而不是羽蛇神 甚至到后期 这些异教部落当中的祭祀们 开始使用抓来的俘虏 举行活人生计仪式 把这些敌人的灵魂献给魔鬼 由此 他们对黑暗的崇拜 开始蓬勃发展 据说有人在洞穴里的 一个巨大的石笋上 看到了当年 这些异教部落刻画下的魔鬼的形象 那是一个带着山羊的头盖骨 浑身披着兽皮的奇怪的形象 在那颗石笋底部 据说还提取到了一些骨骼的残骸 通过对它的放射性探分析 最终证实其中一些残骸 来自于距今有2000年的人类 而这些痕迹也说明 那个时代的异教部落 真的举办过那些可怕的祭祀活动 并且很可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寻找真相 人们又来到了距离卡什库拉克洞穴 有30公里出的一个叫做奇帕托克的村庄 这里的人们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定居在这儿了 他们毫不掩饰的告诉来访的人 说他们出生之后 大人们都会告诉他们 一定不要到卡什库拉克去 但是谁也说不出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 一代传一代 所以到了今天 就算他们离洞穴如此之近 也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不过最终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 讲述了其中的理由 老奶奶说 传说当中 早在18世纪之前 在卡什库拉克的山洞里 流淌着金色的溪流 有强大的萨满生活在这里 据说这个萨满非常强大 它可以让动物复活 能够通过它的眼睛 移动巨大的石块 然后把石块变成金条 但后来 这个强大的萨满 被人当成了可怕的怪物 遭到人们的追杀 它最终被含冤杀死 于是萨满复仇的灵魂 就留在了洞穴里 只要有人再进入洞穴 他就会使用黑魔法 控制外来者的灵魂 然后让对方发疯发狂 逃出洞穴 老奶奶说 在苏联时代到来之后 有几十个胆大的年轻人 曾经前来探索卡什库拉克 但最终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 他们拼命的跑到村子里求救 声称看到一只绿眼睛的怪物 甚至还有人说 看到了那个被杀死的萨满 站在一块巨石后面凝视着他 脸上还戴着猙獰的面具 其实说到这儿 别说咱们了 就连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觉得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一说就往鬼神上扯 这马上都21世纪了 科技蓬勃发展 这没法让人信服 大伙觉得这种传说 可能仅仅是老一辈的人们 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进洞穴 出现意外而编造的谎言 所以说大伙非常沮丧 来查了半天 没有听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于是最终他们只能沮丧的离开了 他们认为 要想查清洞穴的真相 还得亲自进入洞穴 去仔细的研究一番 有可能才能找到答案 在不久之后 的确有人这么做了 有一群人决定正式对卡什库拉克展开调查 不过这群人跟以往来这装样子探险的吃瓜群众可不一样 这群人大部分来自新西伯利亚临床和实验医学研究所 领队的叫巴德洛夫 是研究所的教授 他们带着大量的专业设备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查清其中的真相 1995年8月17号 巴德洛夫一行人来到这片 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当中 正式进入洞穴展开调查 巴德洛夫排第一个 他举着画术皮火把 第一个走进了洞穴当中 不过进去之后 没几分钟 火把就烧完了 他只能拿出手电筒来照明 但是往里走了没几步 他们的身上就开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倒不是因为害怕 也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而是因为洞穴里气温骤降 甚至还有点寒冷 是寒冷导致的 山洞里悄无声息 一片宁静 他们就这样一会儿猫着腰 一会儿直立 一步一步的往前挪 行进了大概十分钟 巴德洛夫教授前面出现了一条裂缝 大概估计这条裂缝 深度应该有七十米左右 而要想绕过这条裂缝 后来经过勘察 发现就必须要经过一段狭窄的坡道 于是大家只好走上坡道 做好防护措施 他们全都四肢着地 用手一点一点的向前摸索 慢慢的又走了几分钟 前方变得宽敞起来 而这片地方 他们发现显然之前有人来过 通过手电筒的灯光 他们看到在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纸张 和一些被丢弃的实验仪器 这说明曾经有人在这儿 进行过某些实验和测量 看到这个情况 巴特洛夫在其中一块岩石上 安置了一台磁力仪 打算检测一下这洞穴里的磁场情况 但磁力仪刚刚安置好 大伙就发现了异常 他们看到磁力仪的仪表盘上 数字飘忽不定 每过几秒钟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数字 这说明洞穴的磁场非常不稳定 而除此之外 在洞穴当中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固定的低频脉冲信号 这个脉冲信号是单拨到的 有时候是一数 有时候是多数 每次脉冲间隔 大约两秒钟 而经过一系列的监测 学者们惊讶的发现 这个脉冲信号 竟然是来自洞穴的深处 起初他们以为 这是岩石的某些物理特性导致的 然而有关专家学者们 在研究了信号和记录之后确认 在卡什库拉克发现的这些信号 和自然界发现的任何信号 都不完全一样 甚至他们猜测 具有这种振幅变化的频率脉冲 有可能是人工装置发出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测 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一旦这种脉冲信号变得强烈起来 人们在洞穴中 更容易出现一些神经过敏 感到压抑 或者惊慌失措的表现 而且越往洞穴深处 这种状况就越明显 由此大家可以猜测 这种脉冲信号 有可能是导致那些来玩的游客 或者来探险的队员们 出现那种异常情况的罪魁祸首 另外在洞穴的洞口 一些蝙蝠等等生物的情况 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 他们发现每次信号强度比较大的时候 这些蝙蝠就会不间断的出现骚动的情况 而当他们注意到这种现象之后 就开始有意的把一些软体动物 带到洞穴里进行试验 而试验结果也的确如此 当这种脉冲信号一出现 这些软体动物就会开始蠕动起来 好像在挣扎 而当信号弱下来 这些软体动物就开始不动了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信号它究竟是来自何方呢 巴德洛夫团队试图在洞穴深处 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索 但是并没有太多收获 后来有人猜测 因为洞穴是往下逐渐深入的 所以这个脉冲信号 也许是来自地下深处 甚至有可能藏在地下的岩石里 那么这就更奇怪了 刚刚也猜测了 说这个东西甚至有可能是人造的 既然是人造的 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么深的地底下呢 而且在附近 没有什么军队 也没有什么科学设施 不太可能存在一些高精尖的设备 更何况这下面还是坚硬的岩石 除此之外 更让大家想不通的是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个脉冲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发给谁的 然而就在大家展开激烈讨论的时候 这个脉冲信号就好像是感觉到了人们在议论它一样 它忽然消失了 一连三天都没有再次出现 直到第四天中午 这个仪器才再一次的接收到了这个信号 后来他们又对这个信号做了长时间的研究 但是仍然没能找到它的源头所在 这是巴德洛夫团队当时唯一的发现 应该也是最有价值的发现 除了巴德洛夫他们发现的这个脉冲信号之外 有关卡什库拉克洞穴里诸多的神秘事件 比较流行的还有两种解释 这两种解释也是目前来讲可信度比较高的 第一种说法认为 这些神秘事件的根源在于人产生了幻觉 因为人在黑暗的情况下本来就看不清东西 而且洞穴当中还比较阴冷潮湿 给人的感觉本来就很不舒服 另外在这个洞穴当中 很有可能含有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也许会起到置换剂的作用 再加上身处那样的环境之下 换成谁也难免神经紧张 脑子里胡思乱想 所以加一块就会使人产生幻觉 这种说法的确听起来好像挺靠谱的 但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对洞穴当中的空气 有过详细的研究的记录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 可能国外有人已经研究过了 只不过呢 咱们目前没有得到这些信息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 听起来比较高达上叫做全息照相说 什么意思呢 一些地质学家和化学家认为 不仅人有记忆能力 某些物体在特定情况下 也会产生记忆能力 什么意思呢 这么说啊 可能有点拟人化 有点抽象了 咱们肯定都听说过故宫宫女灵异事件 说大概在八九十年代的某一天 有一天故宫突然下起雷震雨 电闪雷宁 在这样的交错环境之下呢 有人就看到故宫这个 有一面院墙外面 有几个清朝的宫女走过去了 当时人们吓坏了 以为是闹鬼 但那个现象呢 后来经过科学解释 那其实就属于物体的记忆能力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那面墙成为了一种 类似于放映机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某种特定条件之下 这些物体呢 能够把从外部得到的信息 复数出来 那么换句话来说 很可能在卡什库拉克洞穴里面 也存在类似的一种机制 在某一特定时刻 在某些特定的 比如说日光或者极为巧合的化学作用之下 恰好出现了那种类似故宫宫女事件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 洞穴内的岩壁上 在某一时刻记载下来的 发生在多年前的一些场景 就会再一次重现 说不定其中 就包括那位传说当中的萨满 在举行祭祀的场景 在多年之后的今天 在符合特定条件之后 这面岩壁就像是放映幻灯片一样 把这些曾经被他拍摄下来的东西 再一次的重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个说法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他已经解释了那个著名的故宫宫女灵异事件 不过说白了 这些到目前为止 都还只是猜测 毕竟之前咱们也说了 卡什库拉克这些诡异的现象 他只是个例 并不是所有进去的人 都会遇到那些灵异现象 因此真正对这个洞穴展开调查的科研团队少之又少 毕竟这些个例情况 我们完全可以用幻觉 用紧张 用压抑等等其他理由来解释 所以说 要想知道真正的真相 还是要靠更多的专业人士 去实地研究之后 才能得出结论 至于那些传说当中的什么黑魔法呀 黑萨满等等充满魔幻色彩的传言 自然也是没有多大可信度的 好 卡什库拉克可以说目前还是一个谜 咱们只能等待时间来带给我们答案 那么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说到这 我是大腕 我们下回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